接下来呢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进入花纹钢二代的世界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故事 也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 花纹钢二代属于它自己的故事 作为一款轻量化高碳的综合钢 那我们定义花纹钢二代呢 会作为主公个体在20斤以内的 极里草扁的各类鱼种 都能一并通杀 同时呢通过非常清晰的定位 我们将花纹钢无论从调重重量和腰力上 定义在全能战和汉底战之间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清晰的定位 接下来的开发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省了很多的时间 在素材方面一蹴而就 那从涂装方面也一样 我们继续坚持打破传统 希望能够突破双心 这也为花纹钢的上市 埋下了一个不晓得痛的福点 首先呢从碳布的结构上来说 我们决定将碳布升级到 40加46T的主碳布结构 同时呢我们全新开发了独立的模具 这只是为了大家拿到钢子的时候 能感受到细钢身所带来的 非常美妙的传递感 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些动作 花纹钢素材呢也非常非常顺利地确定了 我们从参数上来看 花纹钢二代呢 作为在汉领战全能战之间的这款钢子 从印度上而言 它能达到4H 同时呢作为从5米4的这个角度来看 重量148克 钓中达到2300克以上 因为啊 花纹钢二代这款钢子 它的核心的卖点不再钓中 真的不再钓中能钓多少重的鱼 它的核心卖点在于它的非常极致的手感 所以我非常希望地能够呼吁大家 等花纹钢上市之后呢 大家一定要买到 拿到手里去体会一下 我们所说的它的手感到底有多好 那有了非常清晰的素材的一个确认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涂装的部分 也是整个花纹钢二代开发过程当中最痛的一个点